2008年成龙得罪京圈老炮藏天朔 然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他究竟找哪位大佬求救才能化险为夷 而能把成龙大哥逼到这个份上 这位蛮横的藏天朔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们二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还是要从各自发展时间线说起 成龙出道后在香港娱乐圈摸爬滚打 终于在1978年因主演电影《罪权》风靡全球 成为了享誉国际的著名武打巨星 之后的几年里 凭借蛇形雕首《罪权》一举登上功夫影星的巅峰 身价暴涨的成龙也曾纸碎鸡迷过 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拥着 事业的成功让他非常膨胀 渐渐地开始沾染坏习惯 屡屡因打架闹事登上头版头条 最勇猛的时候还曾和帮派大哥结仇 只不过由于他的身后站着大靠山 不管在香港惹上多大的麻烦 都能仰仗背后的大佬轻松解决 然而成龙怎么也想不到 他也会有被逼到走投无路的那天 虽然成龙最大的成就就是电影方面 但是作为老牌艺人五福星之一 大概是从小学习京剧的缘故 导致他唱几歌来比别人多了一番滋味 因此在音乐领域上也小有名气 并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成龙除了出演电影之后 曾经出演过很多专辑 还有不少歌迷 所以他会经常办巡回演唱会 2007年他率领成加班一众兄弟 从香港远赴北京的工人体育馆 准备举办一场盛世浩大的演唱会 为了给这场演出造势 成龙花大价钱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 吊足了胃口 引得歌迷影迷们翘首以盼 而在演出的前一天 他亲自带着团队前来现场 和工作人员一起沟通现场布置 就在疫情人忙得热火朝天之际 突然有一帮陌生人闯进体育馆 为首的魁梧壮汉 怒气冲冲地呵斥 谁允许你们在这里演出的 胆子够肥的啊 跟朔爷打招呼了吗 成龙经过两次江湖恩怨也看出门道 见对方一副蛮横不讲理的嘴脸 当即谨慎地让兄弟们停下手里的活 只是低调归低调 大哥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他毫不示弱地告诉对方 自己花钱租的场地也经过了批准 没规定说要和朔爷打招呼 然而成龙以礼相待 对方却不屑一顾高高在上的他 说但凡在北京开演唱会 都要经过朔爷藏天术的同意 而且至少要拿出最后收入的三成票钱 成龙听到这个名字恍然大悟 藏天术的一手朋友 活到大江南北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地步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藏天术一个歌星怎么会干涉这些 其实这位著名的音乐才子 早就不满足唱歌所得的收入 再加上他在京圈 人脉的发达 一来二去纠结是不少江湖人士 眼见这些人用灰色手段获取大量的钱财 藏天术那颗贪婪的心蠢蠢欲动 所以明密上他是混迹娱乐圈的歌手 私底下却早和黑社会没什么区别 成龙一行人刚到北京 他就收到消息 当天那帮人正是他拍去收钱的 而面对藏天术手下强盗般的行径 成家般的兄弟气不打一处来 他们在香港不说人人敬仰 也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血气方刚的男儿卢起袖子就要动手 但是成龙理智尚存拦下了 他还是希望能用和平方式沟通 这才避免了两方人马的火拼 他笑着对领头的那个人说 不如这样 麻烦兄弟给藏天术带个话 就说成龙约他见面详谈 壮汉身为藏天术的得力干将 自然是知道成龙背后有着香港大佬的撑腰 思索一翻后 没有再继续造次 收起嚣张的气焰 浩浩荡荡带着一帮小弟回去传话 据传当晚成龙就在北京某酒店设宴 专程款待这位朔爷 俩人又都是暴脾气 当即开门见山 藏天术一上来就提出自己的要求 要成龙把舞台灯光或者安保等 一系列安保工作交给他们负责 要是成龙不同意 那就直接给他30%的演唱会收入 总之就是选择给了成龙 自己看着办 对于藏天术的无理要求 成龙自然没有办法接受 他蜿蜒回绝藏天术的狮子大开口 还解释了那些工作早就外包出去了 因为已经签订过合同 如果出尔反尔 是要赔偿违约金的 再加上三成收入实在太离谱 所以他没办法满足藏天术的要求 藏天术在北京唯我独尊惯了 听到他拒绝立刻变了脸色 恶狠狠地对成龙说 别以为你是国际巨星就敢撒野 也不看看金圈地盘谁说了算 惹了老子 你这演唱会就得完蛋 说完一把先翻酒桌 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演唱会开场在即 可是谈判却失派了 藏天术的样子绝不只是说说而已 当天成龙带着成家班回去的时候 果然见藏天术的人把场馆围住 并且还动手砸了不少机器 工作人员的工作都被打断无法进行 团队所有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门票都受空了 粉丝们都在期待着 明天就要演出了这可怎么办呢 成龙深知这里 不是香港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没有必要硬碰硬 想要解决就必须找一位中间人 而这个人正是和藏天术 关系不错的赵本山 早前两人还同台合作过表演 所以在成龙经过多方委托后 终于和赵本山接通了电话 就这样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赵本山的三言两语下 消弥散去 成龙的演唱会议制裁得以顺利举行 而嚣张的不可一世的藏天术 不久后就因为打架斗殴事件被逮捕入狱 2008年 他在廊坊开设酒吧 但因为跟合作人理念不同产生矛盾 双方都是硬茬子 在火车站展开火兵 这场大乱斗中导致一位保安丧生 藏天术作为幕后主使被判刑六年 而这件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 还被人联想到藏天术此前得罪成龙 所以才会被报复入狱 藏天术服刑六年出狱后 成龙的儿子反而因吸毒 东窗事发 藏送了在娱乐圈的美好前程 这两件事被外界联想起来 传得天花乱坠 但是这些是是非非 向来真假难辩 而藏天术原本有着光明的前途 却被金钱利益吸引误入歧途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落得如此下场 身处娱乐圈或许很多事都会身不由己 一念之间的选择能登上神坛 同样也能跌进深渊 反观成龙如今功成名就 就享誉国内外 所以生而为人 一定要守住底线 是非江湖市港于名人堂 往事随风过都谈笑腹中 接下来说成龙遗嘱背后隐藏的秘密 你知道成龙为何要三度修改遗嘱吗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 成龙第一次修改遗嘱是小龙女事件爆发后 她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林凤娇 第二次修改遗嘱声称要捐出一半做慈善 另一半留给林凤娇和儿子 成龙第三次修改遗嘱除了留给妻子儿子的部分 终于松口要给吴卓琳一笔钱 为何说成龙三度修改遗嘱暗藏身意 其实要从向太很早之前的一番话说起 当年小龙女事件爆发后 向太曾在采访中说漏嘴 现在怎么给吴卓琳钱 将来卓琳二十一岁肯定给 只不过这笔钱不能让吴启力保管 向太早年言论和成龙的第三次遗嘱内容 竟然如此吻合 似乎可以说明成龙并不是不愿意给吴卓琳钱 只不过一直防范着吴启力 想要等到女儿成年之后可以独立 再把钱给女儿 这一切都早有预谋 之前遗嘱一直不松口给女儿钱 或许也是怕吴卓琳心存期待吧 成龙出了一本四传内容十分劲爆 大谈自己荒唐的感情史 可是却没有关于女儿的一丁点内容 也许能对外人说的是 终究不是真在意 真在意的都是说不出口的 成龙是一个好演员 但绝不是一个好父亲 儿子犯下大错 女儿生活潦倒 成龙表达爱的方式 就是改遗嘱给你钱 可再多的钱 也代替不了父亲的爱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